我們的理事先理長經理 理長你好 開心又看到你了 在整個的產品的應用 隨著銅箔的發展 跟所謂的高頻高速輕薄短小的應用 所以我們就會在所謂的高頻高速領域 尤其是在我們講的雲端運算 現在大家非常夯的以後的AR VR這種的應用 還有所謂的在汽車電子 以後的自動駕駛防撞雷達的偵測 首先我們看High Speed這一塊 就是高速的應用 高速的應用這邊講的是內層版 我們除了現在有所謂的RG系列 RG313 312跟311 那這是我們京區過去在2018年 我們用一個破壞式創新的一個思維 取代這個HVLP同伯的它的一個特性 能夠達到比它甚至還更好的特性 的同時它的成本上面也比較更有優勢 那現在紛紛都用在所謂的SERVER的第四代第五代 甚至以後的第六代還沒有推出 在這三年後的一個產品 我們都現在同伯都已經GET READY 事實上呢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就開始著手在進行太陽能屋頂的工程 那所以陸陸續續呢我們事實上在2015到2019年在四年以內完成了2.1MW的一個太陽能發電 也符合政府的所謂的用電大戶的要求 各位你知道這個10%的用電大戶就要求說政府有一個綠能的要求 希望在5年內我記得辦法是去年1月1號開始生效 應該是在2026年底還是2027年 就是用電大戶都有10%來自綠能 不管是風能太陽能或者是初能 不然的話就要買綠電瓶陣 那我們事實上已經早就達到了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有關水的回收部分 我們做銅伯也用大量的水 所以我們的回收呢不管是銅系的啦 心涅系的啦或者是弱系的 整個回收上面呢都已經達到95%的這樣的一個回收率 95%真的是很高耶 拿了 帥! 老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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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